所以这里呢我会给你答案 然后给你我会给你personality adjectives 所有的华语意思啊 所以该如果你有查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看 我给你的意思是这里的黑色字 因为这些虽然是同一词 可是它有时会有点点不一样 然后有时它的用法呢 在你找字典的话 它会有可能多过一个意思 所以我给你的是这里用到的意思来的 OK 所以我们看着去写呢 Tom is really brainy来的 他很聪明 He always gets good marks in every test he does 每次考上一定 他每次都考到很好的粉术的 OK 我看这样 我给你这里的意思显啊 OK你可以看着去啊 我会scroll下去下去 所以你可以抄一抄意思显 如果你写到哪里你就pause啊 我scroll下去了 现在啊OK 到deceitful 哎呀 Daring deceitful啊 刚才 Able是有能力的 这个是这样 OK OK Daring 大胆的 Risk taking 这个跟上面有个有点点像 跟那个冒险的有点像 OK 这个比较真的是愿意去冒险的 那个是比较是好玩这样的东西的 然后嘛 Adventurous 很爱玩很爱所谓的冒险这样 很爱找东西玩很爱做不一样的活动 这个比较是如果你可以讲那个人很大胆 他做生意很乐于冒险 你可以用这个 risk taking 哎 risky taking啊 sorry啊 risk taking来的 啊 改一下这个啊 OK 我要跳回去一下 这个 看看是不是这里错 应该是这里错的 哪里哦 risk taking risk taking 这个这个 OK 这个要割掉一下 大家 没有歪的 没有歪的 我跳回来这里给你抄话语先啦 刚才到 deceitful了吗 这是到哪里mischievous OK我从这边开始 调皮捣蛋的 到.ful你可以pause一下我要往下走 OK没有就这样吧 Trustworthy 可靠的reliable就是这样罢了 OK 所以你可以暂停写一下他的话语意思写啦 OK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还有什么东西 所以第2个 he is an eager video games player 他是一个很 急切的 很 很热气的 还要很 还要很快很急的 he is the game player 玩game的人啊 he spends all his free time online 所有free time他都是 就一有的空他就会上网 In fact he is considered a geek at school 实际上他在学校确实是一个 就人家会把他当成是一个geek 就是很爱用电脑的 戴眼镜的那种 我们会称为geek 这样啦 知道吗 OK 然后第3 you know nothing about political issues in your own country 你自己的国家 的政治问题哦 政治课题 你一点都不知道 I cannot believe how ignorant you are 我真的没办法相信 你是那么的无知 所以如果是年轻的时候 小时候我们不知道国家的事情 确实好像很正常这样 因为很多人都不会去理 可是再大一点点啊 不是老啊 你甚至刚刚开始出来做工 还是大学的时候 然后你国家的事情 你什么不知道 你真的会被卖很无知 因为你太就是什么不理 好像刚工人讲 人家会这样骂的 你知道吗 ignorant 怎么你这样无知 什么都不知道 这样的 OK 第4那一边啊 disrespectful remarks remarks是讲人家的东西 你讲人 如果你给人家不好的 不尊重的话语 叫remarks啊 disrespectful remarks should always be punished 如果给人家不好的 不尊重的话语 应该要被惩罚 他讲 nobody should root should be root or impolite 没有人可以 就是不礼貌 你知道吗 很粗鲁的 或者是不礼貌的 impolite就是不礼貌 OK Chris will never disappoint you Chris不会被 不会让你失望的 because he's a trustworthy friend 因为他是一个可靠的 可信赖的朋友 you can always expect his support OK 你可以 你可以一直 就是他会支持你 你可以预计到 有什么事情 他会帮助你 这样的意思咯 trustworthy咯 OK It's midnight 已经是半夜了啦 And Alan is still not home 他没有回来 So his mom is awake 所以慢慢还醒着 慢慢还没有睡觉 然后很 坐立不安 Restless OK I like an adventurous life 我很喜欢 有这个叫什么啊 有adventurous的生活啊 爱冒险的生活 So I refuse to stay in one place 所以我不想 我不喜欢 就是待在一个地方 for a lifetime 一整世人 待在一个地方 所以我讲这个 adventurous 爱冒险哦 比较是 比较是 不是去做生意的冒险 这个比较是 爱玩的冒险 知道吗 OK This American politician OK 这一个美国的政治家 with his ridiculous hairstyle 然后他的那个发型 是那么的 那么的好笑 很奇怪 好笑 ridiculous It's the most small man 这个人 是 他讲 I've ever heard 我听过 做什么的人 对他人厌的人 obnoxious man It's really offensive 他讲话会得罪人 Offensive 是讲话得罪人 OK This remarks about immigrants 他说 刚才我讲 remarks 是说的话 他说那些移民来的人的话 这些immigrants 可以是讲 好像比如说 因为他讲着美国政治家 就讲 去美国工作的人 我们也可以叫immigrants 所以就是 总之外国人 他对外国在那边 做工的人 他都会讲 很不好的东西 OK Are most of the times xenophobic and prejudice 就是讲 很有偏见的 OK xenophobic就是讲 我们讲 哎呀 等一下 prejudice是很偏见 所以xenophobic 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讲 叫 很排 叫什么 OK 他怀疑 他叫排外 仇外 就讲 不喜欢外国人 xenophobic 是一个词来的 phobia是怕 讨厌 不爱 xenophobic 是讨厌外国人 这样的意思 很排 排测 对哦 想到这个字啊 排测外 外面的人 所以他是一个 其实他在讲 是一个美国政治家 你肯定知道 美国人都讨厌他的 OK 他讲的东西 他讲的东西都很xenophobic 然后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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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偏见的 对人家很偏见的 这样咯 OK 然后 man is supposed to be a rational animal 这个不在讲男人啊 这个在讲所有人类啊 如果单单在讲人类 可以用man这个字 知道吗 他讲人类呢 应该要很理性的 应该要是一个理性的动物 but sometimes 但是有时 when I heard the news 我每次 有时我听到一些新闻啊 消息啊 I've got my doubts 我就会觉得 很 很犹豫 为什么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讲 他会听到一些新闻 是不理性的一些事情啦 所以他讲 哇哟 我的 doubts OK Nora is a responsible and sensible girl 她是一个很 很有责任感 sensible就是rational嘛 很理性的一个孩子 一个女孩 her teacher said as her teachers say she's mature for a 16 year old 对于一个16岁来说呢 她是比较成熟的 这样咯 因为很responsible 很 sensible嘛 所以意思consisted consisted means the same as big-headed 大头就是什么啊 arrogant嘛 对不对 就是讲自负 自大的咯 是吗 在这里 他的consisted是 对哦 OK 接着 able able means the opposite of unskilled or clumsy 所以他要的是啊 凡一只啊 相反的啊 unskilled就是讲没有能力的 clumsy就是讲很 呃 很 呃 叫什么啊 我们叫 很 做东西很 clumsy 呃 OK 你知道我讲什么啦 OK 所以 反义词就是able 就是有能力的了 OK 走也 打懒也啊 clumsy啊 你可以讲人家 是不是这样clumsy的 OK 第三 Jim is a cautious businessman OK 他是一个 小型的生意人 and does not take risks OK 他不 不冒险的 所以他是一个 小型的人 啊 14 He's so absent-minded 他是那么的 健忘 that he forgot his own birthday 忘记了自己的生日 to be daring is to be bold 他讲 bold就是大胆啊 知道吗 bold 你知道bota叫什么吗 很像啦 bota也是叫bold 他度应有点点不一样 bold bold 其实他是 b-a-l-d bold 这个是bold 知道吗 bold是大胆 bold是bota OK so b-o-l-d 大胆哦 daring就是大胆 他讲daring的意思就是说 bold adventures 又感冒险 a little nervy 很大胆那意思 OK It's a quality possessed by people who tend to take risks 他是一个价值观 那些感冒险的人 一个价值观来的 他讲 OK My neighbor is such a stingy person 我的邻居是很 故喉的 stingy其实是很 很什么了啊 吝啬 故喉啊 OK that never invites or shares 他从来不会邀请人家 或者是跟人家分享东西的 OK When you're not sure or uncertain 当你不确定的时候 not sure or uncertain 就是不确定啊 you can describe yourself yourself as doubtful 就是 嗯 我有一点怀疑 心存怀疑啊 叫doubtful 这个b是 静音 没有读出来的啊 改天你要知道啊 OK doubtful 他用嘴巴 doubtful 没有 嗯 没有b啊 OK 十八 if you're the one making prank phone calls at 3am prank就是讲你打电话 好像Oscar这样啊 打电话去 乱乱打电话去人家的电话啊 知道吗 如果你乱打电话给人家在三点钟 就是讲你 mischievous哦 调皮咯 你知道吗 导弹咯 mischievous啊 OK 十九啊 if you are loudmouthed 如果你大嘴巴 意思是什么啊 大声 他这里还有写big mouth 对不对 所谓的大嘴巴 就是管不住嘴啊 you usually talk too much 他讲 loudmouth的人通常是 他通常讲太多话了 and tactless 就是他没有想过 就讲的 你知道吗 他讲话没有什么技巧 意思是讲没有想过就讲咯 OK her saying her saying one thing and doing another 他讲一个事 但是做另外一件事 shows how deceitful she is 这件事显示出了 他是多么的 刚刚我写什么华语啊 deceitful 就是他不 不诚实的啊 对不诚实的 在哪里啊 不懂在哪里啊 不诚实的啊 OK use assertive to describe someone who is self-confident 很有自信心 self confident enough to make brave statements 他敢说 很大胆的话的 and firm action 他会做 很坚定的一些举动 就是很assertive 敢说出来 叫assertive how people view that particular trait in you 别人怎么看待 这一个 你的这一个特征啊 however 然而啊 will depend on whether they agree with what you have to say or not 就要看他们 赞不赞成 你所有的东西啦 如果你很 所谓的直接 他不赞成 你所有东西 他就会觉得 你讲话 很老毛 还是没有技巧 就不是直接 因为outspoken 可以是一个好的东西来的 可是人家不赞成 你就变成 不好的东西 你知道吗 If you're quick tempered you get angry easily 很容易生气 意思就是quick tempered 对吗 24 When you consider how your actions and words will affect other people's feelings 如果你会去考虑到 consider啊 考虑到 你的举动 还有你的话语 会怎样影响到 别人的感受 这件事证明 你是thoughtful的 你是很起贴的 知道吗 thoughtful或者是considerate 你可以用 OK an example 比如说 to cook your friend's favorite dish 你煮你朋友 最爱吃的菜肴 when you invite them over for dinner 当你请朋友来你的家里 吃晚餐 你是煮他 喜欢吃的吗 不是煮你 你自己喜欢吃的吗 对不对 这个就是thoughtful considerate OK Anna is so fussy fussy是不好的词 编译词 我们华语有分 褒译 编译译词 它是很fussy 很硬 其实这个华语讲真 讲不清楚 我刚才写的时候 fussy 我只能写到这样 爱挑剔 意思不够 可是其实 真正最容易 最好形容的 叫 im jim 知道吗 所以Anna is too fussy always too busy with small and unimportant things 他每次都会去忙着管那些小小不重要的事情 哦 fussy了咯 明白吗 OK 可是呢 这一个meticulous 不一样 meticulous可以是好的东西 meticulous就讲它做事非常仔细 可是fussy是非常阴静 知道吗 所以啊 这一次你可以学到一个就一个 我们需要多一点形容词在手中 这样你的句子呢 就可以更丰富 知道吗 OK啊 所以Lesson 2就到这里啦 等一下你可以做一下 Quiz的东西了 那个video是很有趣 很广报的 今天的很简单的 OK 好了